56岁张学友和漂亮妻子尽照曝光,陈奕迅曾对她下跪,震惊众人。 大家好,我是iFunny趣味新闻小编Karen。 今天要来说说关于56岁张学友和漂亮妻子尽照曝光,陈奕迅曾对她下跪,震惊众人。 得是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?一起来看看吧。 很多人都认识她,她是四大天王之一,是唱歌中最有实力的那位,但是她却一直很低调,从来不依靠绯闻和炒作出现在公众视野。 她就是张学友,一个一生只专注唱歌的歌手,她的歌,让很多七十、八十后不能忘怀,那是青春的记忆。 如今的歌神移老,张学友很少再出新歌,但是她对音乐的热情却一直很高涨,经常会与粉丝们互动,她和妻子罗美威一直很恩爱,两人低调而幸福。 陈奕迅,香港著名歌手,说她是现在最火的男歌手也不畏过,但是她也是张学友的粉丝,在大家眼里被称为歌神的她,遇到张学友后激动不已,就像一个粉丝得到了偶像的恩宠般。 有一次更是当面下跪。 张学友和妻子罗美威相识二十几年,在1996年,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那时候的张学友就已经很有名气了,追求者无数,但是在张学友眼中,只有罗美威一人。 相爱几十年,现在的他们感情依旧很好,张学友虽然在娱乐圈很受追捧,粉丝无数,但是却能够截身自好,这点确实很让人佩服。 陈奕迅和张学友是多年的好友,在陈奕迅眼中,张学友更像是她的老师,张学友大陈奕迅不少,但是两人常在一起交流音乐。 陈奕迅 内地演员刘涛也是张学友的粉丝,她参加的综艺节目跨界歌王,更是拿到了冠军,很了不起。 小时候的张学友并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歌手,只是她对音乐很感兴趣,但从没有想过要靠唱歌生活,幸运的是在一次业余歌手大赛中,她平级不错的声音夺得了冠军。 这次比赛让张学友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否要走音乐这条路。 后来张学友被很多公司赏识,加上她独特的声音和迷人的长相,刚出道就收获了不少粉丝,她的很多歌曲都成为了经典,像《吻别》,《遥远的他》这些,歌词我们都能捣住呗。 真正的歌手,从那种气质上就能看出来,毫无疑问,张学友才是大家都公认的歌手,你们认同吗? 看完后是不是觉得Karen小编在iFunny去为新闻分享的疯娱乐文章很好呢? 想看更多好文,或是喜欢iFunny去为新闻的文章的话,可以按赞追踪于乐影剧并分享这篇56岁张学友和漂亮妻子尽照曝光,陈奕迅曾对她下跪,震惊众人。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咯。 我谢谢 ơi 详细